好我们来看到了 现在整个气势呢可以说是 这个绿营呢真的是蛮惨的 但是我们看到蓝白河的部分 尤其是蓝营的现在呢 整个气势都起来了 而且呢局势开始在转变了 好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一场 这就是呢侯友宜在28号 在高雄捷运凤山西站旁边所举办的 高雄万人造势大会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 以及前立法院长王津平 这些大咖全部都来出席的晚会 而且呢从这个空照图看到 那么主办单位说 当时的人潮哇真的是满头都是 这个支持者有差不多4万人 好来看到呢韩国瑜呢在这个现场上呢 他也点出了一些问题 他说了高雄的产业现在就出了问题 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一看 高雄的紫碧兵有八成是北漂到北部来工作的 好我们来看到呢高雄市府发言人周景瑜就回应了 他说呢侯友宜的执政的新北市连续两年竞争力总排名六都的垫底 好来反奉这个侯友宜 但是我们看到新北市府副发言人也回应 他说高市府啊你现在应该花时间在什么在对的事情上面 要全力的防止是像是登革热疫情 侯友宜呢侯执政的新北市连续两年的竞争力总排名六都都垫底 好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呢有这个新北的也做了反扑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前立委郭正亮怎么回应 好他说呢不管是韩国瑜还是侯友宜都发挥的很不错 那么韩国瑜呢这地方啊事实上就是他历史上崛起的纪念场所嘛 好所以呢对于侯友宜对于这个这个韩国瑜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传奇 而且他说韩国瑜这样子一路呢从北到南来帮侯友宜加分 他觉得一定有是帮到加到分的 而且呢现在蓝白河的成功几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呢赖清德才会乱成这个样子 但侯友宜呢他就比较沉稳不会讲错话 但柯文哲呢就不要引起别人的情绪 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呢郭正亮特别的 这个建议一下柯文哲 不要引起别人的情绪 好我们来看到呢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怎么认为 他说现在整个高雄的局势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在变化了 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说呢当时因为柯智恩上一次选的时候输了嘛 但是他说如果现在接下来柯智恩再回去选高雄市长的话 哇这个机会会非常的好 整个费率的选票地盘是非常大的 国民党真的是有机会赢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蓝白阵营呢 在市长官邸呢现在举行政党协商的会议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有民众党主席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亲自上阵 好两个人呢在刚刚一同进入到了会场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服装上面 有没有也搭配了蓝白盒的巧思 好更多内容我们要连线给记者李嘉宇 选战焦点提点来关心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呢 今天是不是要来谈这个逐客会呢 但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一次是只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呢现在的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而今天呢主要是两大的主席来做谈判 那现在到底蓝白盒谈的如何谈的进度到底在哪里呢 蓝白会不会成立联合政府的方式呢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了解到呢 目前政府总统的人选是不会那么快出来的 不过联合政府能不能谈妥就看今天的诸科会了 尤其是今天的主要的主轴是放在立伟席次的部分 所以呢之前呢朱主席就有讲到说呢 其实9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谈立伟席次了 蓝白就已经开始在协商以及协调了 只不过后来搞得好像要合不合 那到底呢侯友宜是不是柯文哲心目中的人选呢 柯文哲其实有一再强调说是可以跟国民党合作的 但是现在后宜一再强调说新郎新娘必须要 他不能收了聘金就不收这个对象嘛 而且后宜还讲到说呢不是没人做了算 是他说了算 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柯文哲过去讲说协调不可能一次完成 所以从今天开始协调的开始呢可能会有三次场的蓝白协调会 而至于说呢大家的表明态度会在今天确定 所以今天呢就是沟通的一个开始以及提示点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柯文哲过去谈说11月20号呢必须要确定说能不能谈 但是现在呢其实已经将近要11月时间了 所以呢蓝白能不能已经谈好不可能等到明年的13号 你在登记的时候才知道 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呢你会有确定的候选人的产生方式是最重要的 而后宜今天因为没有出席的关心呢大家很关心说 不是主帅要出面来谈吗 不过后宜说现在是由朱立伦先开始谈 朱立伦也是强调说呢其实蓝白都有一致的共识 因为现在共识呢就是六成的民意 是希望下架民进党的 所以看出来蓝白呢已经相互的释出善意了 至于说联姻能不能成功呢 就看等一下在九点半的时候呢 朱立伦以及柯文哲到场之后呢会避免会谈55分钟 到十点半的时候呢会开场 到底蓝白协调的怎么样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赖措关心 以上是我们讲的道听引擎 现在要镜头战宏内 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会谈 有一个对台湾的未来最好的结局 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细节等一下我跟朱立伦主席在谈 那其实我跟他两个老朋友了 应该算老同学了 所以也希望说会谈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台湾民主的新的一个世代 我想过去所谓的一党独大赢者全拿的时代要结束了 我们要共同政党合作 那政党合作就是包容多元 大家能够整合在一起 那我们在这个整合过程当中 虽然很辛苦 但是还好这个 我跟柯文哲主席 有双陪合作多年的经验 今天好像回到八年前 我们一起来努力加油 好这是我们看到呢 柯文哲跟朱立伦 目前正在这个政党协商 等一下十点半呢 就会有记者会 待会儿文会带您持续到现场来看 今天谈的结果如何 不管如何呢 现在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我们来看到 现在局势真的有一点变了 因为民进党呢真的是 出包越来越多了 包含谁呢 就是最近的民进党立委赵天宁 因为外遇的风波宣布退选立委 而赵天宁日前在高雄举办感恩参会 他的妻子丁丁丁雅婷 不但是陪同出席 而且还上台立挺先生 好对此呢 前立委郭正亮在29号他就说了 通常呢你看看过去 几个民进党这个外遇被抓到的例子 都是有一段时间 然后呢的距离 然后慢慢才来拉近 所以他觉得赵天宁还真的是 非常的特殊 好来看到呢 有一份的这个网路上的民调 安安生活家所做的 问的问题是 赵天宁跟陆籍女外遇 还适合到国防委员会开会吗 好来看到 80%有八成的人都觉得 应该要避开敏感的会议 只有7% 绝对无关国安 5%非常少数说不要大惊小怪 所以将近看到八成的人都认为 现在赵天宁应该要避开敏感的会议 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民众党的 有意将台湾新住民 那么列入这个副分区的立委名单 但是呢 这个徐春英呢被爆料是 曾经是大陆的干部 赵清德日前在受访的时候就说了 一旦蓝白两党拿下国会过半的席次 台湾将会面临门户大开的国安危机 好但是对此呢 蔡振元反向 这民进党的漏洞比其他的都还大 而蔡振元更是搬出了赵天宁的不伦恋 大酸真正的国安漏洞是摩天伦亲狗 好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个赵清德呢 说用魔镜来做比喻 声称呢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蓝白河的 就是中共了 好蓝莹大酸说赵清德呢 只剩下抹红这一招 而赵天宁的亲中外遇 更是打脸赵清德 更多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国会大现场的陈友 国会大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 另一位赖世宝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是大早安 委员我们来看到 现在赵清德 好像又开始在祭出抗中保胎牌了 他针对蓝白河的部分 他还用魔镜来做比喻 说呢如果问魔镜的话 现在最希望蓝白河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赵清德怎么会有脸说出这一句话呢 他忘记还有一个叫赵天宁了吗 是他都忘了赵天宁 他的小三的对象 就中国的女子 但是而且这么长的时间 他有没有被渗透 有没有把很多的国防外界的机密 透过他交给中国大陆 所以他真的是 这个要指责别人要先看看自己 要修理别人先看看自己 这个太扯了 对啊所以感觉回力标都已经打回来 然后赵清德现在在继续用抗中牌 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而且还说最希望的就是中共 他因为没有招啊 他根本没有提不出什么伟大的证件 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 他要做可以现在马上做 他提不出 那他又想赢 那只剩下一个嘛 所以剩下10000招就是抗中保胎就打到底 他没有想到抗中保胎 抗中这个牌已经锈掉了 已经生锈了 赵天宁这个回力标会打得很惨啦 他怎么好意思还继续讲这个 而且他昨天又讲了说和平有增加 也被打脸啦 不要忘了美国就是担心他的 要台独精神的标签 他是务实台独 全世界都一样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欧盟代表不支持台独 他都很清楚的就打脸他嘛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没有其他招 只有这招抗中保胎2.0就打到底 就这样子而已 但重点是他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等于说有超过六成的民意 想要支持蓝白河 然后呢支持政党轮替 这些人都要被抹红吗 这些民众都要被抹红吗 是 他没有想到六成六的民众 希望政党轮替 难道希望蓝白河 难道他们就是这些都是中共痛苦人吗 不要去得恶恶恶 台湾的多数民众 他可能适得其反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民进党把抗中保胎牌打在两个人身上 第一个当然就是马文君 前建国造的案件 第二个就是呢 传出民众党要推派这个部分去立委名单 有一个陆沛 徐春莹也被打成 可能会有未来的这种泄露国安的机密 所以他们现在用抗中保胎牌来打这部分 是要来对蓝白河来打预防针吗 还是怎么样 他们当然要对蓝白河打预防针 不过他们与其修理马文君 徐春莹之前 要先交代 让检调毫无估计的介入调查 赵天宁这么长的时间 泄露有没有泄露机密 这个很重要 他给国人一个交代 大家才会相信他讲的话 或者大家不会相信他讲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当然现在你说所谓的抗中 那你抗中之后呢 也是让两岸局势更紧张 所以让这些义务役 大家议期必须要延长到一年 赖清德口口声声跟大家说 义务役不用上战场 可是邱国正的态度很明显 就是说呢 有一些义务役确实还是会分配到战斗部队 这跟赖清德的说法有所相佐 但今天邱国正又在回应了 他就说对于各界的声音 他不予置评 让大家觉得难道是对赖清德也不予置评了吗 所以邱部长等于坚持自己的专利看法 他讲了不知道几次了 他说台湾这么小 开展没有什么前锋后翁 都是前锋 都是前锋 当然要打仗啊 有时候可以不打仗 都要打仗 不是只有义务役 全民皆兵 一定这个样子 很长 所以如果以这个样子来看的话 赖清德讲那些话 是只要哄骗年轻人还是 赖清德讲的话 这些话只是要骗年轻人而已 这个实在让人家觉得提消极飞 是好 谢谢委员 马贵时间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整个绿营又开始在打抗中保台牌 可是去年九合一选举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抗中牌已经失效了 那今年他们又重拾起来再重打一次 可是呢 赖清德自己都没有想到 你们嘴巴上面喊抗中 可是身体上面是这么的轻忠 尤其赵天龄是这么大一个回力标 就打上了赖清德自己 那现在这个抗中牌 选民还会接受吗 原来是我们先写了个灰水星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明天下呜 感谢了 请在做好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